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想實測現在我臉上的妝容 有什麼特別呢? 之前我就收到Rachel1寄給我一系列的全礦物化妝品 就是我現在手上的一粒粒的產品 它們都是粉狀的全礦物化妝品 收到的時候我都很擔心 因為我是乾肌 這些全部粉狀上去一定很顯乾紋、很厚粉、很浮粉 但是真的有驚喜 不過我就不想就這樣說一下感受 給大家聽一下就算了 所以今天除了由素顏開始上妝給大家看我怎樣完成我現在的妝容之外 我也會跟大家測試8個小時 最重要不是剛剛上妝美 是全天都美 加上這個防曬礦物粉可以中途補防曬 現在這個這麼浪、這麼熱的天氣就適合了 那好吧,不說那麼多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吧 第一個步驟就是用Rachel1的零遮瑕礦物遮瑕粉 我總共有兩個顏色 首先我用到最深的零三號色打底 打開了裡面有一個蓋子 然後再打開才是遮瑕粉 我會用這些這麼小的扁掃去拿粉 然後印一印在手上 印走多餘的粉 然後就這樣印上去黑眼圈 它這個顏色已經是最深色的了 那我自己就會少量多次去建造它的遮瑕度 這樣薄薄地上一層之後 我就會用第二個步驟 就是這個毛孔癮型礦物妝前粉 這一款打開之後是好像那些胡椒粉瓶一樣的 那我自己用法就是把它倒在掌心上 然後把掃子印上去 上去就這樣打圈 這一邊就是還沒塗的 雖然我的毛孔問題不大 但是也看到少許的應該 然後這邊塗了毛孔是像P的圖 blur了少許的 其實這個礦物的底妝和礦妝有一個非常好的優點 就是它不需要用落妝油或者落妝產品 用普通的洗臉產品再加水 就是平時洗臉起泡這樣就已經可以卸掉它們 但是缺點就是 其實它是沒有完全整套的礦物化妝 例如眼線、Mascara和暫時眉毛 我都是用回自己的化妝品 所以眼部這裡我無論如何都要用回眼唇卸妝 但是臉及其他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用一些洗臉產品就可以了 其實我用了這段時間的經驗 就是你每一層都要上得薄 不要以為很薄 粉很不覺眼會沒有效果 到最後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我先上另一個遮瑕膏 這一盒是02號色 就會比剛才淺色一點 它們總共有四個顏色 所以皮膚黑和白的女生 都會找到適合自己的顏色 而且它真的不乾 現在上了兩個顏色的遮瑕 我沒有用任何眼霜打底 一笑的時候 它真的不會塞在那些紋裡面 然後就用它們的輕透礦物粉底做底妝 裡面是有一個粉泡 但是我沒有用的 我也是用自己的化妝掃 我的顏色色號就是M02 竟然不是用最深的M03 我也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的美白終於有作為了 一樣都是用這類平口的卡布奇掃 先喝了一點粉 那你會看到很多嘛 那我們就移一下它下去 你開始慢慢看到它在build up 遮瑕度 臉是沒有剛才那麼膚色不均勻的 這個粉底它是曾經拿過Cosme排行榜第一位的 它的粉是非常之滑 小 你完全不會看到有任何很粉痕 你看到一路都是很滑的 說真的 礦物粉底就沒有粉底液那種奶油肌 光澤感的 但是它也沒有粉底液的焗速感 現在是很輕 好像皮膚會透氣一樣 還有我上個星期 長了一顆很大的暗瘡 我都一直用它 現在就借了 它不是讓我暗瘡借了 但是它沒有焗到它 繼續醞釀和爆發 是很舒服的一個粉底 然後定妝方面 我會用它們的UV礦物防曬粉 它的防曬粉是有一點點淺黃色的 你問我是不是有一點點白呢 我覺得是的 因為我實在太黑了 但是我試過在其他朋友 比我的人身上白白 它就不會有這種白的感覺 這個防曬粉是非常之適合 我來外出補妝 因為我們平時外出是在防曬塔裡面 然後化妝後 是沒有可能補到防曬的 這個可以做到定妝 再加補防曬的效果是很好 不過底妝的遮瑕度 我覺得是中等的 你看到我黑眼圈 都還看到的 大約遮了六成左右 我現在就打了鼻影 和畫了眉 其實Rachel One 她們也有一個眼影 是可以做到眉粉 但是我覺得那個顏色 不是太適合我用來畫眉 我就用回自己的眉粉 這個我就會用來做眼影 我一樣都是這樣 躺在蓋上 她的顏色是一個很白搭 然後是有光澤的啡色 我用最爛的方法就是用手 其實我覺得這個用手上 你會摸到它完全零粉 你真的摸不到它有任何粉 這個顏色是很適合我們日常生活 用來上班上學用 都是很低調 但是它是令到眼睛更加有神的 然後就用礦物胭脂粉 一樣打開 有一個迷利波仔 很可愛 這個顏色是很粉嫩的 你會看到很淺的 它不會是那些很深紅的 或者是很猴子屁屁的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皮膚白的女生用 會更加做到那種白淚透紅的感覺 現在我自己就覺得是有氣色 不過就不算非常顯色的那種胭脂 最後就是蘋果肌礦物打亮粉 裡面一樣有一個蓋子要打開它 裡面就是一些白色的粉末 這次我會把掃這樣壓扁 就不要令到它的面積那麼大 然後鹹那些粉 躺一躺它 這樣掃在C字位那裡 妝就已經化好了 我現在去變一變身 我回來了 現在距離原妝大約是20分鐘左右 那些化妝品和皮膚慢慢融合了之後 就變得更加自然的 顏色完全沒有那些泛白死法的感覺 那當然你看下去 它不是那種自然沒有化妝second skin的 它也會有化妝的痕跡 我覺得和平時化妝最大的分別 就是那種輕和沒有負擔感 你不會覺得有一層一層的化妝品 壓著在這裡 被迫在皮膚那裡 兼且全礦物化妝品 它們是不會被皮膚吸收 也不會刺激皮膚 所以敏感肌、暗瘡肌 或者是孕婦 都可以安心使用 現在就剛剛化完 一會兒就會在這麼嚴熱的天氣底下 我要出去 晚一點還要入長洲 給大家看看 周居勞碌之後 它會不會溶到一塊塊了 兼且我也會帶我的防曬粉出去補 非常方便 Rachel One的UV抗蜜防曬粉 是很難得地有SPF50加PA4的 如果你這麼貴看到這裡 又對這個防曬粉有興趣就對了 今天這條影片會有Giveaway 送出兩個UV抗蜜防曬粉 好啦我還是不太長氣了 現在的時間就是中午的12點鐘 即是剛才原裝大約是11點半左右 測試8個小時即是7點半 8點沒問題 一會兒過幾個小時跟大家再更新一下 現在的時間是2點40分 即是距離上妝大約過了2個半小時 後面背光了 我現在打火鍋 下午打火鍋真的很開心 讓大家看一下妝容 其實呢還是很清爽 我是沒有飆任何油的 外面的天氣是30多度敬熱 然後呢 就沒有任何防曬粉 都還是很完整的 有點煙 那晚一點吧 再跟大家更新一下 現在的時間就是5點08分 距離我上妝已經過了差不多5個半 6個小時 我現在摸下去不會黏黏黏的 但是出了少許油之後 你看上去的底妝會更加貼 更加滑的感覺 不過呢 我鼻液位真的掉了少許 我就印一印鼻液位 我看到立刻沒有了 那些油光的了 不過胭脂打涼就真的掉了 好了 我躲在廁所拍的補妝過程 就來到這裡了 待會我就會分長身 最後應該約8個小時了 就跟大家做個結尾結尾好嗎 我現在回到長洲了 時間呢 是7點34分 那就是足足有8個小時了 那我終於可以脫口罩 讓我看看 裡面其實呢 都不算是適合到很多的 不算太尖口罩 畢竟呢 今天都非常非常之熱 那接著呢 就讓大家看看妝現在是什麼情況了 讓我先補一點唇膏 加上一些氣色給自己 除了剛才5點多的時候補過一次妝之外 其實我都沒有攪過臉的妝 那現在摸下去是很清爽 不會油光滿面 不會立立亮的 那麼近望呢 其實它都沒有浮粉 是鼻液位這些位置 就有脫妝的情況 但是我眼底呢 它是沒有任何融眼線 或者是模糊不清的感覺 那我自己覺得呢 8個小時還要這樣熱 表現都OK的 然後T字位這裡 都沒有浮到一粒粒的 所以這次用Rachel Wine的全礦物化妝品 這個妝容呢 我是很滿意的 因為我本身想著 全部都是粉狀的產品 一定會浮到一層在上面 但是呢 是很輕身 然後很舒服 一日下來 這麼熱的天氣 這個感覺呢 都是很良好的 特別現在戴著口罩呢 那些皮膚是可以呼吸的感覺 是很棒的 那我講回一些 剛才化妝的時候 忘記說的胖沙 第一就是它們完全沒有味道的 香味或者化學味都沒有的 然後第二件事呢 就是如果你用開普通化妝品 第一次接觸這些礦物的彩妝呢 可能你的手法用法會不習慣 但是呢 你慢慢嘗試一下 就可以拿捏到屬於自己的份量 然後拿捏到自己上妝的方法 例如這些平口密度比較高的 Kabuki粉底掃 或者是一些平口的掃 扁平的掃 都可以做到一些粉狀的彩妝品 堆疊和印上去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妝容分享了 如果你們對Rachel Yine的 全礦物化妝品有興趣的話 可以留意在info box 我會放一些購物資料 然後如果你都想要 我很喜歡的這個UV礦物防曬粉 今天是有give away的 參加方法我都會放在info box 大家都可以留意 希望你們喜歡 今天這條影片 我自己也是對礦物彩妝品 完全印象大改變 真的非常之好 而且很適合現在這個天氣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和subscribe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次新片 逢是6月到3月到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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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你們把所有的影片都還在那樣 我會把 solamente放在那裡